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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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我是雷志华 今天我想和大家拉拉杂杂地说几宗本利的新闻 而第一宗新闻应该是相当之有趣的新闻 香港近几个月来说 可以说天天都有很多很严重的交通意外 今天当然不会例外 其实今天也有几宗很严重的交通意外 但我不是说这些交通意外 我是说一宗相当有趣的交通意外 为什么我说有趣呢 在YouTube有一条视频 他专门拍摄那些由车摄影拍摄路面的情况 今天他不知道在哪里 应该在新界的一条道路上 那辆车一路走走的时候 就看到原来在他旁边有一架 是运载那些是棺木的灵车 在运送期间 那司机可能是不小心 竟然就把车里面那副棺木 就掉到地上 幸好这个棺木原来里面是没有人的 不知道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否套用那句成语 目中无人 又或者用目空一切去形容它 今次这种交通意外真是很意外 以及也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命的伤亡 另外也相当幸好 这块棺木也并没有任何先人在内 否则我就担心那位先人真的要死多一次 接着我要讲的第二宗新闻 我也不知道是属于开心的新闻 还是令人感到相当失望的新闻 大家都应该知道 最近葵冲村疫情大爆发 里面有很多居民是必须要强制检疫 困在那里五天 而其中日葵楼的居民更加被困七天 今日正式解封 那些市民可以重获自由 在这几天里 大家都听到很多有关 这个村的消息 那些新闻 例如有部分居民 对政府服务的质素相当不满意 又说他们派饭派得很久 又说他们的饭里面没有汤 又没有菜 更加有部分居民要求政府 在那些五天里面 要赔偿每个人一万元 我就不知道 政府是否从善如流 所以自从居民有这些诉求之后 政府的善食立即出现了很重大的改变 大家同一些报道之中都应该知道 除了每一天 他们三餐有丰富的善食 例如猪扒饭 或者粟米斑腩饭 烧米饭等等 还有就是甜品 晚上如果你肚饿的时候 可以煮些莲子羹 又或者芝麻糊 去当宵夜 吃完之后又有水果 还有很多小食 而最重要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那些居民原来 每人都派了不少罐头鲍鱼 给他们 中国人说话很对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 就是说 鸡腿打人牙教远 那现在用鲍鱼去扔人 你不要说牙教远 整个人都远了 对政府现在的措施 肯定是十分之前 好了 今天解封之后 原来政府都不忙 慰勞这一班 辛苦了五天的居民 那他们呢 原来今天 全部都拿到一个福袋 以及一份 政府发出的感谢信 那这个福袋里面 装些什么呢 原来都不简单 还是鲍鱼扔人 心都远 除了鲍鱼之外 还有那些冬菇 纳尾等等 的何年礼品 我就不知道 政府现在派这个福袋 可不可以是彌补到 这班居民的五天的损失 那假如我真是不幸 都是这个村的居民 那我肯定就是心满意足 就算今年不是个个肥年也好 起码都是过一个快乐的新年 那但是 我就有一个问题 那政府现在 那么善待 攜充村 日攜流的那些居民 那究竟其他 那些同样被禁足的大厦 是不是有同样的待遇呢 因为现在香港大家都应该知道 疫情可以说全年爆发 就除了葵宗村之外 其实有很多地方 都有禁足的情况出现 那我就不知道 其他地方那些居民 有没有同样的待遇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不知道 其他被隔离的居民 会不会有样学样 同样破口大骂大闹政府 只要你闹到全媒都报道 我肯定你一定有意外的收获 那还有 那些触高湾被隔离的人 真是最惨了 大家看看何君尧那条片段 原来他们里面的生活 如果他们相较于 那些葵宗村的居民来说 简直就可以说天堂和地狱了 所以我就建议政府 既然那么善待葵宗村的居民 倒不如所有触高湾被强制隔离的人士 全部都是应该送鲍鱼 以及都是应该送福袋 福袋里面同样都要有冬菇 纳尾和鲍鱼在内 还有 好像国泰基组人员 现在就并没有豁免令 所以 如果他们回来香港 同样来说 都是要隔离14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政府真的一视同仁 是不是同样来说 都应该给回回 这样的礼品 这样的何年礼物 给回国泰基组人员呢 那可能你会说 喂 国泰基组人员大部分都是黄尸 那你就不担保 这个葵宗村里面 那些居民 现在破口大骂政府的居民 他们不是黄尸 所以我觉得政府 记住 不患寡 而患不君 千万不要大细超 所以我就建议政府 应该是给 所有未来需要强检 而隔离那些人士 要有同样的待遇才对的 好了 那今天我所想讲 第三宗的新闻 就肯定是不幸的新闻 那这一宗不幸的新闻 就是林郑现在 已经放出口风 她就说过年之后 在二月底 就将会进一步 收紧防疫措施 那她就表示政府 就会推行这个疫苗的通行证 那所有市民 未来来说 如果要去到不同的表列场所 例如去食肆 又或者政府 任何的公众设施的地方 都要有这个通行证 如果你没有通行证 就不可以进入这些地方 那怎样拿这个疫苗通行证呢 就必须要 就打了防疫针 才可以拿到 那这些措施 其实政府在一月初已经说了 但是她为什么要推迟到二月底才执行呢 当时她是想那些 走家食肆 能够做了年夜饭 春鸣等等的生意 做好了那些生意之后 那才轮到政府 就推行这个计划 那让那些商家 先是发个新年财 就不要类及到他们 就没有了些生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政府推行这个计划 推行这个疫苗通行证 她的初衷就不是为了 是令到香港加强防疫的 是只不过是为了 谷针这个目的而做的 所以当时来说 大家都知道 其实已经爆发了疫情第五波 亦都出现了多个源头 但是政府呢 都是慢条思理 打算二月底才推行 那只不过后来 受到社会猛烈的批评 和香港第五波的疫情来势洶洶 所以政府才被迫提前 是收紧那些防疫的措施 但是这个疫苗的通行证 都是延至二月底才执行的 好了 那我们知道 政府呢 推行这个疫苗的通行证 最主要是为了谷针 那为什么他要谷针呢 那有一些网友 他心水很清的 那他就计算到 现在政府用了多少针 和哪个组别 已经接种的人士有多少 那于是呢 他们就推算到 政府呢 要将这个疫苗的接种率呢 是推到去九成以上 才可以用了 现在所复权的疫苗 如果不是 这些疫苗呢 就会过期的了 那好了 那他们呢 推算出来 就发现到 当然是呢 那些七十岁以上的长者 他的接种率是最低的 是不够百分之三十 那所以 政府今次推行了疫苗通行证 肯定是为了吹谷那班老人家打针而来的 好了 那政府为了这个目的而谷针 对不对呢 我在这里不予置评 但是呢 政府在最新的一个推行的计划里面 他就表示 那些长者如果不打了针 就不可以住院舍 还有呢 如果住在院舍里面 假如他们没有打针 就不可以被任何人探访 那我觉得政府这个措施 是相当之无良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 那些长者要入住院舍 他肯定是面对了很多困难 那就例如他缺乏家人的照顾 和他亦都是需要别人的照顾 他没有治理的能力 他才会入住院舍 好了 那在他最危难的时候 那政府这样的做法 真的可以说趁你病 拿你命 等到那些老人家 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那他就乘机勒索 要他们打了针 才让他们住院舍 好了 假设那些老人家 他不肯打 是不是被他们在家里面 自生自灭 还有 假如在院舍里面 那些长者不肯打 的话 那就不让他家人探访他 那我也不明白 这个和防疫有什么关系 根本就强长者之所难 根本政府就想利用这一件事 去要挟那些长者 那我相信 长者他不愿意打 他一定是计过度过的 根本长者去到这个年纪 他比我们一般人更加害怕死 那所以我觉得 政府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 不要为自己 谷针成功 而强长者之所难 我相信不少长者 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活多几年 所以他就不愿意 用自己的性命 去博取任何风险 就算风险度低到 百分之零点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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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 都好 他们都不愿意冒险 和那些长者 活到一把年纪 有很多东西 根本就算医生 都可以是法外施恩 那我就讲一个例子 给大家听 我爷爷当年80岁 他经常有病入医院 初期医生还叫他戒口 但到后来 医生劝我们 不要不让爷爷吃一样吃那样 就任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甚至他说他吃烟都没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医生就说 等他最晚年的时候 让他享受多些人生的乐趣 我知道很多人都批评 林郑个人是相当硬颈的 刚逼自用 好了 你的意见经常都是一意孤行 不理他人的意见 那长者的意见 给他一意孤行又怎样呢 我不是说反对政府 我亦都不是说反对那些人种疫苗 大家就不要将他混为一谈 只不过我觉得 如果政府强行于那些长者 不打针 不可以入院舍 不打针 不可以被人探 那我就觉得 这件事是近乎于无人性的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每次的 bientôt 好 观众 觉 2018 。